本来当初是为了想逃避台北的餐厅那个压力 你以前开什么餐厅 风华销馆 那个时候就是生活嘛 就是养孩子 所以那个时候开了二十几年 人家都会觉得好像这个人有点疯狂这样子 因为我们装潢就花了半年多 然后投了 我们那个装潢花了1700万 还不包括 是叫那个简学易设计 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中国时报 在我附近 这时候孙婷隆啊 万能夸啊 那时候他不先过来 后来就变成一个街一个街 议会的啊什么 没有 其实自己好吃了 就跟你一样 你讲自己不好吃 因为菜很难跟得上 煮不出来 因为师傅在烧 你会知道他就倒了没 味道倒了没有 味道有没有倒了个点 做太久了 那因为每天客人的压力很大爆炸 那个时候我们后来都做两个人 每一餐都做两个人 还有一次这样子 国民党的那个县党部来了两桌 民进党的来了三桌 怎么弄 然后清明党的来了一桌 怎么办 春雨今年九年 应该是讲说前五年跟后四年 前五年到四年到五年之间 其实都没关光客 都是日本的 因为日本什么家庭画车 有最贵的那本家 是在访问的 大陆就更红 大陆因为北京他们一些文化创意团体来了以后 就直接在这边email就出去 就跟你讲说 我现在出去就是几万的 第一年大陆的昆明那边就出现了一个春雨园子 后来太多了 后来还有叫仿那种就是照相照下来跟你一模一样 做的跟你一模一样的 就在上海也做了一个空间 也叫春雨园子吗 它不叫春 它叫另外一个名字 可是它的里面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空间是谁设计的呢 完全没有设计师 也完全没有建筑师 真的还假的 你自己想自己盖 然后你看到的 除了你刚刚看到那三棵大树以外 对 每一棵树都是后来种 这后面我看到的 对都是新种 所以张老爹讲说这里花了上亿元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没有 我没有说过我花了上亿元 他说的 他说的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那个时候买超的三千万 多大 有没有一千五百平 连着山所以看起来很大 那边看到有山那都是我的 其实开始都是陆续整理 因为开始我们也不懂还要跟政府申请 要申请建造 但是原来是一个老房是一个老建筑 老农舍 原来还有还在吗 没有 没有找都拆掉 好 那个老农舍我们要申请 那些中间有很多过程 所以前面这六年等于没办法懂 能到申请拿到执照的 可以开始盖建造出来 建造出来的已经是第六年了 六年以后再开始盖到第八年 六年的过年我们开工 过完年就像现在这样开工 到第八年的过完年这一天 就帮我女儿在这办婚宴 这是一只啊 二十二年的老虫 我们丰华那边我是靠师傅 因为菜是我自己开单子 那这边是我跟我们太太自己做的 你自己开你自己做 菜我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刚刚有听说那个春联是你太太写的 对 后来的生活学习啊 因为生活就接触的越来越多 然后就会慢慢他就知道要去学一些东西 没有因为这边会把它做一些中国菜 可是他会把它不是回归 就是把食材是一样 可是会把它做得更清洁一点 就是更回到原味 我们是用鸭腿 可是那个鸭腿我们是用 用江浙的那个风鸡腿的做法 那是没应该 做过了以后再去 再去 风鸡腿 再去油脂它这样 会觉得我们是很平淡 因为我们其实是在想要过一个日子 可是后来无意间你会觉得 这张空白的宣纸 被人家炫难 各种各的奇人意识都会出现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色彩 真的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 来把空间包装起来 那做的东西也是很简单 就是自己的吃跟喝茶 都是你原来你肚子里有什么就做什么 不需要去模仿人家或者学什么东西